男团Lily Pop出身自模范棒棒糖 尽管圈員們多次傳出不合消息 但六人私下仍經常相聚 感情相當好 建議小玉登上午脫口秀節目狗屎寫手 大講圈員們的壞話 該檔節目的特點就是 嘉賓事先不知道腳本 而是上台後才念出耳機裡聽到的台詞 表現全靠臨場發揮 一開始小玉透露 妻子最近吵著羊狗 她認為養科雞或雞娃娃都可以 但她超討厭傲犬 暗喻自己不喜歡隊友傲犬 此外她也形容棒棒糖 其實很像英國皇室 因為扯後腿的都是威廉王子 直接攻擊兩位隊友 讓台下的觀眾全都笑翻 表演結束後 小玉在後台彈也很緊張 因為是初次以這樣的形式表演 王門則認為她的口條台風很穩 表演的節奏也剛剛好真的很厲害 我說養科雞或雞娃娃都可以 但我超討厭傲犬 但我 超討厭傲犬 可惡 可惡 我想abb 我們不見 開場 二